老夠了啦 都在鎮兵漁港 幾年啊 十多年啊 十多年啊 這都是船員啦 附近的 附近的 這裡流浪狗 剩下兩三隻啦 基隆鎮兵漁港漁民 圍繞著這條虎斑狗 相當乖巧的牠 卻招人下毒手 在背上留下長長傷痕 很討厭 我們姊姊都不在那邊 那三隻啦 現在看到牠在那邊撥 看起來很討厭 沒有 沒討厭 我們自己的狗一樣 牠去不知道誰看到了 有人看到了 到底誰怎樣也不知道 基隆鎮兵漁港 一條名叫小虎的老狗 背上被人砍了一刀 由於傷口相當平整 加上半年前 才被不明人士砍了三刀 這次又招人下毒手 因為牠這個傷口有沒有 就是那傷口那種很整齊啊 你勾到的話 不會 那個傷口不會那麼整齊 傷口很平整啊 可能是不是很銳利的刀 就是被一些那個譬如說鐵線 像刪除掉那種狗刀造成的傷口 或者是瞬間被什麼銳利的東西划到 但是洞保法第六條有規定 那個人不能傷害虐待動物 所以 牠這個行為 會違反到第25條 會除兩年下有歧途性 那我 我目前我會先去救治那一隻 把牠帶回寵物養醫療 那接著我會調監視器去找出行為人 如果有行為人 我會依刑事罪責部分 移送地檢署偵辦 又有流浪狗招人惡意砍傷 金融洞保守已經展開調查 要找出兇手 若確定是人為 將依法送辦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